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类型的物业 什么区域的物业 相对都人比较多 都是比较蓬勃的 但是目前这个市场给我的状态还没有达到这个level 比如我上时候去看房 我就不知道在哪了 第四open其实来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房子其实也不错 所以给我感觉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门量太低 你看下面这张图 follow这个标的 虽然2023还没过去 但你看它的这个上门量从19年到今年 你看这个上门量就现在还是在一个很low的一个level 就是比五年以来平均数字还要在低24% 如果你把市场比喻成一个人的话 原来吃饭是两欢两素 有肉有菜 现在就是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它不太挑食了 只要有就行 就这么一个感觉 那最近这段时间接触了一些买家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着急 你知道吗 就说我这房子能不能快点录 明天 后天 最好 就这么个感觉 如果你对房子 对价钱 对区域很了解的话 你当然可以很快地做决定 但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这房子买房子毕竟是一大笔钱 我觉得这种恐慌道大可不必 纪念这个房子虽然现在有这么一点上扬的迹象 但是增长率还没有达到那个level 因为你买的不是东区的房子吗 一个落一个 还没有达到那个level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一个购房者 你如果看房子看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然后还没有任何头绪的话 那你说你可能有点慌 如果你刚刚开始看的话 我觉得你最好是把心态放平一点 刚才说到这个清空率 补充一点 就是说那今天这个清空率 你比如说上周的清空率是81 但是上传量只有刚刚300套出头 通过拍场销售的物业 那大上周新的这个清败率是 也是70多 但它的上传量是200多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数字越低的 它的这种可说明的事情就越低 我个人觉得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这个清败率可能会有一点偏低 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School Holiday了 中介也出去玩了 卖家也去玩了 天气又很冷 如果说它清空率还是那么高 那真是有点变态了 那真正的这个看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8月份 就像我上周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Settle 那跟中介聊 我说你接下来干嘛 他说接下来我要回英国了 我要去过一个月的假期 然后8月份回来再开炮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节奏 OK那前面我们先说到这儿 我们说了点上周发生的案例 这周呢给大家找了四套房子 我们简单来聊一下 第一套房子位于新的下北区Cosco 这套房子占地七八十一平 内部三百四十九平 五房三百两岁 上周用事三十一天 以五百八十万欧币的价钱 拍后收入 而在16年12月买入价钱是两百零七万五千欧币 这套房子是一套典型的推倒重建的物业 我在几期节目之前也说过 说一个房子不推倒和推倒之后 它的这个增幅的差异 这套房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这套房子其实盖得很好 它有点就是把上北的房子 拿到下北来卖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增幅 你考虑到它推倒重建的因素在里面 它增幅其实是很一般 我只能说这个房子买得很好 第二套里面是新的北偏系Pani 这套房子占地六百三十二平 内部两百六十五平 四房三位两车位 上周用事三十三天 以大约五百二十万欧币的价钱拍上收出 而在2011年买入的价钱是两百二十七万五千欧币 这套房子基本没有做什么翻新 是一套典型的architect design的house 位于Pani的一个waterfront街 二线水井的这么一个位置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这个窗 它的这个窗 你会发现 哪个房间不是有四个角 它有一个角是没有这个树干的 所以这个窗是这么打开的 我就特别的有感觉 我上次看到这样的房子 还是在这个Northbound 所以这个房子建一家四百五 最后卖到五百二 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价钱 涨幅也不错 这是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 位于新的上东去Pannington 这套房子是一套Panhouse 总面积五百八十一平 内部三百五十三平 四房四位五车位 上周用时仅仅二十二天 以超过两千万欧币的价钱收除 同时这个数字也破了Pannington的Supry 我记得几期前我有说过Pannington的新纪录是一千四 但是很有可能会被破 这就被破了 这套房子的特点就是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大的Panhouse 而且这套房子 它原来这个楼 它是一个医院 那大家知道这种commercial的房子 通常来讲 它的结构要比recy要结实很多 烹顶要高得很多 那这个房子烹顶就是四米 那这种 也不算是warehouse conversion 它也算是commercial conversion 相对来讲 房子是比较结实 所以最后卖了这个价钱 考虑它的面积和独特性 也说得过去 最后一个案例 位于新的东区Runwick 这个房子占地只有418平 四房三百两车位 上周off market 以900万欧币的价钱收除 而在13年9月买入价钱是291万5千欧币 接呢是Runwick很不错的一条街 但这个价钱卖的我是没太看懂 是占地啊 是完成度啊 我觉得都差一点 但是这个数字已经进入到Runwick 历史前三的一个数字了 好吧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